歡迎我們的第一堂 跟小雪老師要來出題了 請問有氧運動跟無氧運動 差別在哪裡 有氧運動 這樣子 所以兩位老師要一起來 示範一個舞蹈 對 我們示範一個舞 然後讓你們猜 這個是有氧運動還是無氧運動 是無氧運動好不好 所以是兩位老師一起對不對 好 來 注意喔 Oh my God 他們現在跳的這個舞蹈 到底是有氧還是無氧 好不好 來 預備 Go 好 來 出大鼓舞 出大鼓舞 好 來 好來 好來 好 何 好 來 請問我 好 謝謝 嘿 嘿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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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上升 謝謝老師你們表演 好 兩位請回座 各位同學 剛剛兩位老師的這一段舞蹈 你們覺得是 不是啦 有氧還是無氧 是有氧運動 還是無氧運動 是有氧運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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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 我要先講一下 應該很多人不曉得 有氧運動跟無氧運動 是什麼差別 對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到底 對… 所以我想解釋一下就是 有氧運動其實就是說 你一定要達到目標心跳率 然後一定要是用大肌肉群 就是兩隻腿的運動 才算是有氧運動 必須持續15分鐘以上 才算是有氧運動 所以這個答案應該就很明顯了 有氧 有氧 無氧 有氧運動 他剛剛沒有15分鐘 而且他也沒用到大腿肌肉 你會說他剛剛跳舞 就跳舞跳舞這樣 這樣就不是這樣 但是剛剛你的內動 他們如果跳15分鐘 不就變得有氧運動 對 如果說我剛剛那舞蹈跳比較快 我8分鐘就達到那個心肺功能了 算不算有氧運動 不算 因為他沒有燃燒到你的脂肪 一定要15分鐘以後 乾糖消耗掉 他才會開始燃燒脂肪 才算是有氧運動 這就是為什麼他叫低醣姐姐的油 對 他教你燃燒脂肪 對不對 他會教你怎麼運動 怎麼吃 好啦…又猜錯了 好 給這兩位老師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